刚刚我发现这罐子里面粘进去的一只鸟 出来了 我往这一靠近它就出来了 这应该是二驴 怎么不跟我说话呀 我一点怀疑它是不是贝贝 站远一点 不要等一下攻击我 它竟然在这里吃小米 这是我晒的这个蛋小米 这家伙竟然还吃这东西 你好 你好 是二驴 他一开口说话我才分得清 因为他脸长得一样的 我们来让二驴给我们念一首唐诗 一山进什么一山进呢 完了完了 二驴这几天没有学习都忘记了 重新来重新来 这哪跟哪啊 重新来 白日一山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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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这才对嘛 白日一山进 下一句 什么入海流啊 说清楚重新来 白日一山进 白日一山进 还有 黄河 黄河入海流 对 黄河入海流 玉琼千里目 玉琼千里目 最后一句 还差一句 更上一层楼 对更上一层楼 没毛病啊 念得非常棒 刚刚二驴背了糖尸 接下来我们让它表演洗澡的绝技 它能够在很深的桶里面洗澡 一般的鸟是怕水的 看一下二驴是怎么下去的 我们现在放满满一桶水 让二驴表演洗澡绝技 来 二驴 二驴 它又沾了罐子去了 雕了一个什么东西 来 这里这里 先把水龙头给它关掉 这么深 看它是怎么下去的 好 下去了 来 这个蜻蜓点水 太厉害了 它下去了之后 能马上飞起来 又下去了 好厉害 看 这狸就是这样表演 在水桶里面洗澡的 它可以游泳 跳下去 能够马上飞起来 二驴现在在这个桶里面洗澡 练的已经很娴熟了 羽毛洗得非常干净 甩干 还要洗 飞来了一只鹦鹉 难道这个小鹦鹉也想下去 两只小鹦鹉 二驴洗完澡了 它又飞到高的地方来 疏离羽毛了 所有的鸟都是这样 洗完澡 羽毛打湿了之后 它的紧的性会很高 就会站到它认为安全的地方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小动物小鸟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 谢谢大家